混沌剑神 第3973章 剑玄机真人 望着大步走入殿雨中的玄机真人 剑尘眼中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他自然知晓 玄机真人正在为幻祖炼至上古神丹 容不得半点马虎 因此 他本以为玄机真人顶多只会一缕元神分身前来 可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他的本尊 真人严重了 以真人那真至登峰造极之境的炼丹造诣 什么样的神丹不是轻松炼制 倒是晚辈贸然前来 希望没有打扰到真人 剑尘站了起来 对玄机真人抱拳笑道 老朽可是早就盼望着杨宇天小友 能来我青光山做客呢 今日可终于把你给盼过来了 又何来打扰之说 玄机真人哈哈笑道 玄机他目光看向四周 道 玉莲道友 奔雷道友 血图道友 古德道友 今日我青光山贵客临门 请四位道友来此一叙 老朽当百宴席 为杨宇天道友接风洗尘 玄机真人的声音浩浩荡荡地传遍八方 撤响整片青光山脉 紧接着 在玄机真人身侧 悄然出现四道身影 正是当初在星空中 协助他猎杀星雁魔师的那四大强者 分别是玉丸天界蓬莱仙山的玉莲真人 和重天界天雷塔的奔雷先尊 平玉天界血仙门的血图先尊 以及最后的文举天界四圣书院的古德先尊 这四大强者皆是先尊晋武重天层次 比起千魂魔尊最巅峰时期都还要强大 不过 面对仅仅先递进的剑尘 这四大强者皆是收起了自己的傲气 态度尽管没有玄机真人那般热情 但也是面带笑容 和善地向剑尘问好 被患族所器重之人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背景 都绝不能轻易得罪 玄机真人当即开始吩咐要同 准备为剑尘的道来大摆盛宴 接风洗尘 不过却被剑尘以上古神丹的炼制为重给婉拒 一想到正处于炼制中的那一炉上古神丹 玄机真人心中也的确有几分担忧 生怕出现什么差池 于是便依照剑尘的意思 放弃了大摆宴席的念头 晚辈此次前来青光山 一是为了了解了解运到神丹之事 其二 也是想见识见识 需要以星夜魔师的五脏精气 方才能炼制的那种绝世神丹 也不知晚辈有没有这种荣幸 剑尘说道 一听到运到神丹 玄机真人眼睛顿时一亮 当初患族斩杀星夜魔师时 曾将星夜魔师的内丹赠予剑尘 而这颗内丹 正好是炼制运到神丹的绝佳主料 玄机真人脸上的笑容更热情了 道老朽炼制的这枚上古神丹 非同小可 这不仅是因为此丹的等级之高 极其罕见 更是因为此丹的雇主身份 极其尊贵 尊贵到令老夫炼制此丹时 都不得不竭尽全力 不敢出现一丝一毫的失误 若是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哪怕对方是一位真至先尊敬后期的至强者 老朽都会言辞拒绝 不过杨宇天小友却是例外 杨宇天小友请到老朽的炼丹之处一关 玄机真人为剑尘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便在前方带路 至于那四大强者 则是分别前往东南西北四方 受玄机真人之托继续镇守青光山 很快 剑尘在进入一座 被多重大镇所笼罩的山峰后 终于见到了玄机真人的炼丹之地 那是一处露天平台 一个十丈高的巨大丹炉 静静地屹立在那里 狂暴而猛烈的神火 将整个丹炉笼罩 释放出一股好似能焚尽虚空的恐怖高温 玄机真人的一道 原神分身正坐镇这里 密切关注着丹炉内的变化 当它本体到来时 两者立即融为一体 剑尘在距离丹炉百丈处停了下来 前方焚烧的神火 实在是太恐怖了 足以烧死仙尊敬三重天强者 以他目前的实力都不能过于靠近 哪怕是修为 已经真至四重天的玄机真人 都不敢长时间触碰神火 在这一炉上古神丹炼制出来之前 老朽也是分身乏术 无法进行运到神丹的炼制 若是杨宇天小友 有炼制运到神丹的想法 恐怕得等一等了 玄机真人目光望着前方的丹炉 略有些遗憾地说道 听说这一炉上古神丹 是为了道威成庆太子所炼制 剑尘目光看向丹炉 很是随意地问道 不错 这的确是幻祖为道威成庆太子 所准备之物 只要道威成庆太子 在突破仙尊进十福下此丹 那在跨入仙尊之后 将会铸就最强道基 实力会变得空前强大 同皆无敌 一提到道威成庆 玄机真人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惊艳之色 道 尽管以道威成庆太子的逆天之姿 早已是同皆无敌的存在 可若是有了这颗上古神丹之柱 那无疑会将他的无敌之路 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 对于这一颗上古神丹 幻祖是非常重视 没想到 幻祖竟然这么关心道威成庆 为了凑齐炼制上古神丹所需的材料 不惜亲自出手 斩杀那头实力强大的心眼魔师 剑尘一阵感慨 对于幻祖 他是带着些许警惕的同时 也是心存感激 可对于道威成庆此人 他是心怀敌意 他永远忘不了 当初在沁天城圣地时 道威成庆以一缕无垢之气 为诱饵 竟然想迫害自己 若非自己当时留了的心眼 恐怕还真得吃一个大亏 不必羡慕道威成庆太子 杨宇天小友 其实幻祖 对你也是蛮好的 甚至不在道威成庆太子之下 毕竟当初 在猎杀心眼魔师时 幻祖竟然不惜冒着衰竭加重的严重后果 也要替杨宇天小友 救出被困之人 能让幻祖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除了道威成庆太子外 恐怕也只有杨宇天小友你一人了 玄机真人面带微笑地望着剑尘 态度十分和善 释放出一股亲切之意 好奇地询问 对了 还不知杨宇天小友 来自河门河派 等这一炉绝世神丹炼制完成 老朽一定登门做客 届时 还望杨宇天小友 不要将老朽拒之门外 剑尘知道这是玄机真人 在打探自己的身份背景 笑着说道 以真人的身份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做上贵宾 岂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只是晚辈无门无派 先借一借闲散之人 倒是让真人失望了 无妨 无妨 杨宇天小友若是不便告知 那就权当老朽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玄机真人明显不幸 毕竟当初剑尘的谎言 被幻祖拆穿 他更是知道 杨宇天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不过真也好 假也罢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他只需明白 幻祖对眼前之人 及其器重就足够了 这 才是玄机真人 看到了最大价值 同时也是唯一价值 不是不方便 而是我所属事例早已覆灭 我也仅仅是在师尊临死前 继承了师尊的一波而已 剑尘道 混沌剑神 第3974章 试探 听了这话 玄机真人大感意外 虚悉道 实在是没想到 杨宇天小友背后 竟然还有这样的经历 莫非小友隐姓埋名 也是因为那仇家所致 有一部分原因 剑尘露出一丝犹豫 玄机似乎终于做出了什么重要决定似的 目光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 对着玄机真人抱拳道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那继续隐瞒 也没多大意义 实不相瞒 晚辈师成拜天剑魔 什么 拜天剑魔 难道是五百万年前 陨落的那位拜天剑魔 一听到拜天剑魔的名号 玄机真人便是心中一惊 下意识惊呼出声 在仙界中 叫拜天剑魔的仙人多不胜数 然而真正出名的 却唯有那一个 不错 正是五百万年前 陨落的那位拜天剑魔 不过我也仅仅是 见到了师尊陨落后留下的 一抹执念而已 我在通过了师尊的考验之后 师尊便让我前往他生前 所布置的一处隐蔽洞府 而在那隐蔽洞府内 师尊早已布置好了一切 而我也是在那里 接受了师尊的传承 剑尘情绪复杂地说道 玄机真人则是心神震荡 难难道 拜天剑魔 拜天剑魔 实在是没想到 杨宇天小友的师尊 竟然是拜天剑魔 当年的拜天剑魔 在仙界可是一个横行霸道 肆无忌惮 几乎无人敢惹的魔人 此人性格极为古怪 誓杀成性 字牙必报 当年就因为一些 来自大宗门的弟子 无意间触怒了他 结果他 连带着对方身后的宗门 全给灭了 众多无辜之人都被牵连 虽然拜天剑魔那时候 也仅仅是先尊敬五重天实力 可却掌握一些极其玄妙的秘法 能以五重天之力占六重天 而且更是掌握 极其高深的隐秘之法 让修为 真至先尊敬九重天层次的 至强者都寻不到他的踪迹 这些则是成为了拜天剑魔 在仙界横行无忌的资本 在那个年代 屹立于仙界之巅的 众多顶尖势力 一谈到拜天剑魔 就人人头大 哪怕是天庭级势力 都对拜天剑魔很是忌惮 不愿轻易招惹 因为曾经就发生过 一起轰动仙界的例子 一个来自天庭级势力的弟子 得罪了拜天剑魔 结果被拜天剑魔 毫不犹豫地斩杀 从此拜天剑魔 与这个天庭级势力结怨 直至这个天庭级势力的 一位先尊敬老祖 被拜天剑魔中窗后 终于惊动了天地 最终 这个天庭级势力的天地 亲自出手追杀拜天剑魔 可结果依然让拜天剑魔 给逃走了 拜天剑魔 无论是逃命能力 还是隐匿手段 都非常厉害 它隐匿于仙界之中 任那位天地 如何施展通天彻地的手段 可历史多年 依旧未能将拜天剑魔 给找出来 而那个天庭级势力 则是被拜天剑魔 给盯上了 它也不靠近 那个天庭级势力的筑地 就隐藏在暗中盯着 凡是那个天庭级势力 外出的弟子 无论修为高低 都成了拜天剑魔 抹杀的对象 见到敌不过的强者 拜天剑魔就躲得远远的 一旦遇到能对付的 就雷霆出手 一击必杀 为了对付拜天剑魔 那个天庭级势力 想出了众多办法 也做出了多种安排与布局 天地也数次出手 可不是被拜天剑魔识破 就是被他逃掉 最终 一个天庭级势力 竟是硬生生被逼迫的 封闭山门万年 拜天剑魔的名号 自此一飞冲天 说到这里 玄机真人面露虚悉 感慨道 拜天剑魔 的确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 令人又惊又畏 畏的是他那弑杀成性 草菅人命的性子 动不动就灭门灭派 令人闻风丧感 敬的是他的能力与手段 不过仙尊敬五重天修为 却能让天地都对其无可奈何 这一点 纵然是放眼整个仙界 又有几人能做到 别说是仙尊五重天 恐怕就算是一些 真挚仙尊敬后期的强者 面对天地的追杀 也难以做到拜天剑魔这种地步 说到这里 玄机真人目光 深深地看了眼剑尘 剑尘的隐秘能力 同样非同一般 这一点 倒是与拜天剑魔非常相似 就算是一时能逃脱天地的追杀 又能如何 到最后师尊还不是陨落了 剑尘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 拜天剑魔太狂了 在那个年代里 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得罪 拥有太尊作证的超级势力 只要不去招惹那些太尊级势力 一些天庭级势力 的确拿拜天剑魔没有办法 玄机真人惋惜道 玄机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剑尘 道 杨宇天小友 你可知 令师当年是死在何人之手 自然知晓 师尊当年是被紫霄剑宗的一位 先尊敬劳族所杀 在紫霄剑宗的那位先尊追杀之下 师尊的一切隐藏手段 都失去了效用 一提到紫霄剑宗 剑尘的语气中 就带着一股森寒的杀意 玄机真人轻笑 那个时候的紫霄剑宗 有太尊作证 只要太尊稍加干预 你师尊拜天剑魔 自然无处遁形 拜天剑魔的死 可以说 与太尊脱不了关系 不过此一时比一时 当年的紫霄剑宗 如日中天 威慑先见 然而现在 他终究是没落了 连一些小门小派都不如 不知杨宇天小友 可有为令师报仇的念头 师尊之仇 我一直没敢忘记 尽管当年杀害师尊的那位凶手 已经陨落多年 但他的宗派毕竟还在 虽说恭庆天界的那个紫霄剑宗 被各方盯着 不好明目张胆地出手 但紫霄剑宗流落在外的弟子 依然有一些 所以这些年 我一直在暗中 追查那些潜伏在各处的紫霄剑宗弟子 因为 在继承师尊一波之时 我就发下宏愿 定要覆灭紫霄剑宗上下每一个弟子 剑尘冷漠说道 那不知杨宇天小友可有成果 玄机真人问道 剑尘一下子露出警惕之色 直勾勾地盯着玄机真人 道 虽然紫霄剑宗没落 但背后隐藏的潜力 还是不容忽视 真人若是知道了这些秘密 不会拿去陷害我吧 玄机真人哑然失笑 道 这一点杨宇天小友倒是多虑了 暂且不论老朽与紫霄剑宗之间的恩怨 单单是幻祖对小友的那种重视程度 那借老朽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陷害小友啊 剑尘眼中闪过一束金芒 满是惊讶地问道 真人与紫霄剑宗也有恩怨 玄机真人 回忆起悲痛的往事 神色一下子变得洛迹了起来 道 实不相瞒 老朽当年收了一个弟子 其天资异禀 在丹气两道上都拥有巨大潜力 一直被老朽视为一波传人 对其抱着极大的期望 只是最终 我那弟子 惨遭紫霄剑宗弟子杀害 因此对于紫霄剑宗 老朽心中 一直有着一股很深的怨恨 玄机真人 那苍老的目光中 迸射出一股刻骨铭心之恨 这么说来 我与真人都算是志同道合之人了 看来在复仇之路上 我并不孤单 玄机真人 不知您是否愿意与我一道 踏上复仇之路 剑宗说道 当年的紫霄剑宗弟子 行侠仗义 在仙界承接了许多穷凶极恶之徒 他知道 玄机真人的弟子 竟然会被紫霄剑宗弟子盯上 那定然是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之事 玄机真人眼中的悲痛 并未散尽 继续说道 为我那弟子复仇 老朽也一直在进行 位于宫庆天界的紫霄剑宗祖地 是大势力博弈的地方 牵扯很多 老朽不敢贸然参与那里的事 可紫霄剑宗流落在外的一些弟子 老朽倒是找到了不少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不知真人是否愿意将这些人的情报告知晚辈 剑宗面露喜色 晚了 他们已经全部为我那徒儿陪葬了 玄机真人冷笑道 目光中寒芒蹦射 剑宗心底顿时杀一攀生 不过却被他完美地隐藏了起来 轻叹道 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晚辈本以为能与真人携手并进 一同进行复仇之路 结果没想到真人已经走在了前面 玄机真人目光深深地看着剑宗 道 杨宇天小友 看在幻祖的面子上 老朽给你提个醒 针对紫霄剑宗的弟子 可一定要分清楚对方的背景 因为现在的紫霄剑宗 可以是作为两派 其中一派是宫庆天界主脉的那一支 而另外一派 则是得到了道威家族扶持的那一支 而这一支得到了道威家族扶持的紫霄剑宗 是万万不能伤起一根毫毛 令师拜天剑魔的死就是前车之剑 小友可万万不能走了令师的老路 多谢真人告知 晚辈一定谨记于心 剑宗语气一顿 接着问道 晚辈知晓真人消息灵通 掌握许多晚辈不曾知晓的秘密 不知真人能否向晚辈推荐几位志同道合之辈 玄机真人沉吟了会 道 老朽的确知晓 一些道友与紫霄剑宗有怨 一些不熟的就不提了 不过其中倒是有几位对紫霄剑宗是仇身四海 并且各自也具备一定规模的势力 小友倒是可以去拜访拜访 或许他们掌握一些小友需要的情报 混沌剑神 第3975章 无情抹杀 玄机真人对剑宗也是深信不疑 当场就拿出一块预检 在上面刻汇了一些信息之后 便交给了剑宗 道 上面的几人与老朽交情颇深 若无老朽的推荐 杨与天小友 若是贸然找上他们 那绝无可能从他们那里 打探到半点有用的信息 而且他们也会极力否认 与紫霄剑宗结怨之事 所以 在这预检上 老朽已经提前做好了暗号 他们看到这个暗号 自然就明白一切 会对杨与天小友完全信任 杨与天小友 可以从他们那里 打探一切情报 剑宗拿起预检一看 上面只有五个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 都清晰标注了 所属势力及背景 而目标人物的修为 都是先尊敬初期 这五人都不在预完天界 分别属于五个不同的天界 其中之一的太皇天 却是令剑宗神情恍惚 太皇天界 不仅是剑城抵达先界的第一站 同时也是在那里发现了 当年作为紫霄剑宗三大太上长老之一的太行先帝 收起预检 剑城向玄机真人抱拳致谢 而已经在密切注意丹炉状态的玄机真人 此时也并未注意到 剑城的态度变得有些冷淡 就在这时 丹炉内出现了变化 一股股狂暴的力量在里面不停地震荡 撞击的丹炉发出沉闷的声响 整座丹炉都在轻微摇晃 里面的药力发生了变化 相互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 若是得不到处理 最终免不了丹炉炸裂的后果 玄机真人灵危不乱 他一个闪身来到丹炉面前 直接一掌按在丹炉上 体内那澎湃的修为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丹炉之中 同时 他另一只手 对着堆在不远处的那一堆天才地宝连连电动 就见一株株天才地宝 弥漫出阴暈之光 被井然有序地投入到丹炉之中 在玄机真人的权力疏导之下 丹炉内那暴乱的药力 终于变得平和起来 最终重新归于正常状态 不过玄机真人 却没有露出丝毫轻松的姿态 反而神色变得愈发严肃起来 手中不时打出道道硬绝 目光更是死死地盯着丹炉 全神灌注 剑尘目光 也是一顺不顺地凝视着前方的丹炉 他在丹道上的造诣 自然远远比不上玄机真人 但也算是小有成就 他能明显地看出 丹炉内的上古神丹 似乎已经进入了 某种重要的步骤之中 里面的各种药理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巨大变化 玄机真人 必须时刻维持 各种药理间的平衡与稳定 真人 这一炉上古神丹 大概还需多久才能完成 剑尘突然开口问道 玄机真人手掌连连拍动 带着某种奇特的韵律 分别打在丹炉的不同位置 然后才沉吟着说道 具体时间难以说清 毕竟这一炉上古神丹等阶极高 炼制难度极大 在炼制的过程中 产生的许多变化 都是老朽无法掌控的 只能见招拆招 不过老朽估计 要想完全炼成 恐怕最快也要千年时间 若是慢的话 或许数万年也说不准 最快也要千年之久吗 那倒是可惜了 剑尘目光盯着丹炉 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然后转身就朝着远处走去 离丹炉越来越远 望着剑尘离去的背影 玄机真人以为剑尘 这是不想炼制运到神丹了 心中不由的一击 道 小友莫慌 千年时间对于我等来说 也不过弹指之间 老朽向小友承诺 这一炉上古神丹炼制完成 就立即为小友炼制运到神丹 听到这里 剑尘远去的身影不由的一顿 他缓缓回头盯着玄机真人 道 其实我没有想过炼制运到神丹 玄机真人神色一正 看向剑尘的目光中带着一丝不解 不等他开口询问 剑尘的声音就再次传来 其实我来青光山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紫霄剑宗 玄机真人 你我本无冤无仇 但有些事我却不得不去做 得罪了 当剑尘最后这句话落下时 只见他头顶上方的虚空一阵扭曲 一道足足有数万名仙人所组成的绝世大阵 也是诸天神阵在凑齐了五万名九天玄先进弟子后 第一次出现在外界 虽然还未真正地爆发出那毁天灭地的绝世一击 但仅仅是散发出的那股压迫力 就远不是当年可以比拟 杨宇天小友 你这是何意 玄机真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凭空出现的绝世大阵 一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表情 实际上 当诸天神阵出现的那一刻 玄机真人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妙 只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剑尘竟然会在这个结果眼上对自己动手 毕竟自己正处于炼制上古神丹的关键时刻 而这一炉神丹更是幻祖需要之物 杨宇天既受幻祖所器重 并受幻祖之恩怨 那他无论如何 也不应该去破坏幻祖的大好知识才对 不等玄机真人多想 一道毁天灭地的光柱骤然出现 带着极尽绚丽的光彩 从天而降 完全封锁了玄机真人所处的这一片虚空 哄 只听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玄机真人的身躯 在诸天神阵的毁灭光柱下 彻底化作虚无 在临死之际 他的目光中都充斥着浓烈的难以置信之色 似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想明白 剑尘为什么要杀他 诸天神阵的威力非常惊人 一击之力不仅令玄机真人彻底形神俱灭 就连一旁的上品神器丹炉都被击穿 正在炼制的那一炉上古神丹也毁于一旦 玄机真人布置在周围的重重大阵 也被撕裂成粉碎 当那恐怖的能量余波所形成的滔天风暴肆虐八方时 整片青光山脉都宛若遭受蔑视浩劫 群山崩塌 大地沉陷 这一片苍穹都化作了一片黑暗 不好 玄机真人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浩强的能量风暴 快退 在青光山四周 四道身影带着庞大气势冲天起 一个个惊怒交加 正是古德仙尊 奔雷仙尊 血图仙尊 以及玉莲真人 只是此时 他们那真挚仙尊近五重天的强大实力 在面对诸天神阵的能量余波时 也是显得力不从心 纷纷在惊怒声中飞快退后 这股能量风暴太强了 真正的毁天灭地 饶势以他们的实力都难以抵挡 唯一能做的就是 一边后退 一边发出强大的能量攻击 以排山倒海之势 轰向迎面来的能量狂潮 抵消诸天神阵的余威 诸天神阵这一击 直接打入了青光山的地底深处 深入根基 引起了整个玉丸天界的震动 这一刻 整个玉丸天界的无边大地 都宛若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无数裂缝交织 如珠网般贯穿了整个天界 若是站在浩瀚星海中 甚至能看见整个玉丸天 都在虚空中偏移了方位 玉丸天界 存在于此的所有顶尖强者 纷纷睁开了眼睛 皆是目光骇然地 望着青光山的方向 下一刻 就见青光山周围 一道道身影如顺一般出现 不下三十人 尽管身上的气息强弱不一 但最弱都是先尊敬意重天 所有人一起出手 抵消这股风暴 玉莲真人 发出思歇底里的怒吼 撤向天界 他是玉丸天界的本土强者 在这里很有威望 随着他的号召 汇集于此的所有先尊 纷纷出手 合力遏制诸天神阵的 能量余波 玉丸天不是摩天界 摩天界有众多先尊敬九中天 至强者布置的顶级大阵 诸天神阵 自然造不成太大的破坏 可在玉丸天不一样 别说是堪比先尊敬后期的攻击 哪怕是先尊敬中期 在这里大打出手 都能对一个天界造成巨大浩劫 混沌剑神 第3976章 幻祖降临 顿时 清光山脉轰鸣声不断 所有先尊都在全力出手 一道道璀璨而绚丽的能量光芒 划破长空 带着恐怖的气息压踏了虚空 清光山脉的虚空 在不断的经历破碎与愈合 交织在虚无间的大道 都出现了波动 集合了玉丸天界 足足三十余名先尊敬老祖 在与诸天神阵的余威 进行激烈碰撞之下 所造成的景象 简直就是一场蔑视浩劫 在远方虚空 虚空中人影不断的汇集 这是来自于玉丸天各个区域的 先帝境强者 此刻 他们皆是目光惊骇地望着 发生在清光山脉的那恐怖景象 许多人面色都出现了一刹那的苍白 身为先帝境强者 他们在玉丸天界 已然算是独霸一方的强者 然而此刻 发生在前方的那场浩劫 他们却插不上手 这里可是玄机真人的地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听说玄机真人 正在炼制一如了不得的上古神丹 这样的景象 该不会是炼制神丹失败了吧 就算炼制神丹失败 也不至于引发这么恐怖的灾难 眼前这宛如灭世般的景象 哪里是区区神丹所能造成的 汇集在附近的先帝们 纷纷交头接耳 在激烈的讨论 所有人都是心神摇曳 内心无法平静 终于在众多先尊合力之下 诸天神阵所引发的余威 被完全抵消 使得那股宛若灭世般的风暴 不至于扩散出去 造成更大的破坏 距离青光山脉千里之外的青山城 虽然城池还在 但四面城墙已经全部倒塌 大地上裂缝纵横 受损非常严重 在青山城前方 一道身影高高在上地悬浮在空中 周身散发出灿烂的能量光芒 正是玉莲真人 青山城运气不错 恰好有玉莲真人这位 先尊敬五重天强者阻挡在前 才使得这座城池 并未遭受毁灭重创 城内的所有仙人都安然无恙 不过在玉莲真人前方 整片青光山脉都消失不见 大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深不见底 四直通玉丸天地底深处 这时 玉莲真人身边人影闪动 何重天的奔雷仙尊 平玉天的血图仙尊 以及文举天的古德仙尊 纷纷出现 几人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这绝不是炼至神丹造成的破坏 玄机真人遭到了强者袭击 古德仙尊沉生道 望着眼前这深不见底的巨大坑洞 他只感觉阵阵寒意在心底滋生 太可怕了 仅仅是能量余波就如此恐怖 以我们四人之力都难以抵消 这起码是仙尊近七重天层次的攻击 甚至 甚至还要在七重天之上 血图仙尊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玉莲真人的神石 则是铺天盖地地横扫而出 对眼前的废墟 进行无比细致的地毯式搜索 不过随着搜索 玉莲真人的脸色 却渐渐变得苍白起来 沮丧到 玄机真人 不见了 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没有寻到 一听此言 另外三大强者 纷纷陷入了沉默 他们本是受邀 来为玄机真人 炼制上古神丹进行护法 结果现在这算什么 清光山脉 遭受毁灭浩劫 玄机真人失踪 而他们受邀来护法的四人 却完好无损 更讽刺的是 他们甚至都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汇集在附近的那数十名本土先尊 也汇集在玉莲真人周围 一个个神情民众 向玉莲真人询问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玉莲真人刚要解释 古德先尊突然一招手 旋即就见一个破烂的丹炉 从深坑中飞了起来 散发出阵阵余温 漂浮在众人头顶 看见这丹炉 四大强者脸色齐齐大变 因为这正是玄机真人 用来炼制上古神丹之物 而此刻 这件上品神器等级的丹炉 已经被击了个对穿 裂痕遍布 不好 神丹被毁 快去通知道威家族 玉莲真人 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 为了炼制这一炉上古神丹 患祖可是耗费了极大力气 如今神丹被毁 他实在无法想象 患祖究竟有多么的震怒 古德仙尊 血图仙尊 以及奔雷仙尊三人 也纷纷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一个个脸色变得无比难堪 作为围杀心业模式的参与者 他们自然知晓 这一炉上古神丹 在患祖心目中的地位 有多么重要 如今神丹被毁 他们又该如何向患祖交代 尽管他们不是炼丹的参与者 但作为护法之人 他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时间 这四大强者都有些磨蹭 去通知患祖 他们谁都没有这个胆子 最终还是玉莲真人出面 开出了一系列丰厚条件 并许下种种承诺 才终于请动了 玉丸天界的一位本土强者 此人是先尊敬三重天修为 也是一方势力的老祖 只是因自己所在的宗派势力 在玉丸天界树立了不少强敌 特别是近些年来 形势很不容乐观 逼不得已之下 只要硬着头皮 接受了玉莲真人的委托 立即动身前往道威家族 与此同时 在玉丸天界外的浩瀚星海中 一道身影正将自己隐匿在天地之间 悄无声息地悬浮在那里 隔着遥远的距离 静静地注视着青光山脉 所发生的一幕 任凭玉丸天界强者汇集 强横的神识 再一遍又一遍横扫天地 但是却无人能发现 这道隐匿在新海中的身影 这道身影正是剑尘 在以诸天神阵 灭杀了玄机真人之后 他之所以能 悄无声息地逃离现场 让古德仙尊等四大强者 都毫无所觉 玄机真人 布置在周围的那重重大阵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大阵的 一刹那阻碍 他才得意将诸天神阵 完整地收回太初神殿中 然后再以幻妖族面具收敛气息 避过了那四大强者的感知 在那四大强者 将全部心思都放在 抵御诸天神阵的能量余波时 剑尘则是趁机离开了青光山脉 一直到了星海中的稳固空间中 方才将顿天神甲的隐匿优势 完全发挥出来 望着已经被完全摧毁的青光山脉 以及青光山脉中心处 那深不见底的坑洞 剑尘也是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诸天神阵的威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估 太行先帝 以及那一批陨落的众多紫霄建宗弟子之仇 算是彻底得报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 存在于青光山脉的众多资源 全都浪费掉了 剑尘心中暗道 他目光望着 被积了个对穿的上品神器丹炉 内心又没由来地生出了几分快感 当初在青天城圣地时 道威成庆以一缕无垢之气 想要陷害他 而今 他毁拒这一炉专程为道威成庆准备的上古神丹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他唯一感觉有些亏欠的 就是幻祖 遇完天界不可久留 是时候离开了 剑尘发出一声轻叹 然后转身便消失在星海深处 远离遇完天界 酿成青光山脉之节的始作俑者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离开了 不过他给遇完天界上的众多先尊敬老祖 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巨大阴影 却是久经不散 特别是那些先尊敬老祖 当他们得知道威家族第二族 所要的上古神丹被毁去时 一个个都感觉眼前发黑 都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在那一炉上古神丹面前 玄机真人的死 似乎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所有人满脑子想的 都是如何地去化解患祖的滔天之怒 如何地让玉丸天界不受牵连 整片青光山脉都被完全封锁起来 所有景物都保持原方不动 等候换祖降临 谁 是谁害死了玄机真人 如玄机真人这种丹道大师 乃是我们整个仙界的瑰宝 七可被迫害 第二日 有一些外来的先尊敬强者 降临玉丸天界 他们都是曾经受过玄机真人恩惠 或是欠下玄机真人人情之人 听闻玄机真人陨落后 纷纷为其打抱不平 但很快 他们就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目光呆滞地望着青光山脉 那末日般的场景 忍不住遍体声寒 因为那已经完全摧毁的山脉中 仍然有一丝丝不可磨灭的毁灭性气息 残留而下 可仅仅是残留的气息 就让众多仙尊心声寒意 终于 在数日后 陡然间 整个玉丸天界的苍穹 变得一片黑暗 存在于玉丸天界的亿万仙人 无论什么修为境界 在这一刻 皆是感觉无法呼吸 强烈的窒息感传来 狠狠地压迫着所有仙人的胸腔 双眼无法视悟 口鼻无法呼吸 这一刻 存在于玉丸天界的所有仙人 皆是感觉宛如世界末日降临般的错觉 实力越强 感受越深 一些修为真至先帝境 乃至先尊敬的强者 更是能清晰地感受到 整个玉丸天界 都被一股滔天能量给封锁 这能量之强 已经远远胜过了青光山脉爆发的 那股毁灭之力 更是令整个玉丸天界所有仙尊敬老祖 都有着一股发自内心的战力 是幻 幻 幻祖 玉莲真人脸色发白 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金具之色 他已经感受到了 来自幻祖的那股熟悉气息 然而幻祖此刻展现出的那股恐怖气息 却是比当初猎杀星夜魔师时 还要强烈无数倍 混沌剑神 第3977章 幻祖之怒 不只是玉莲真人 古德仙尊 雪徒仙尊 以及奔雷仙尊 这三大真挚五重天之境的强者 此刻在面对幻祖身上的那股浩瀚气息时 也是忍不住感到内心惊颤 倘若说猎杀星夜魔师时的幻祖 只是让他们忌惮的话 那此刻的幻祖 则是令他们所有人感到恐惧 发自内心的恐惧 幻 幻祖不是在经受衰竭之苦吗 难道 难道衰竭已经结束了 这恐怕才是幻祖的真实实力 当年猎杀星夜魔师时 仅仅是幻祖的刺身 玉莲真人 古德仙尊 雪徒仙尊 以及奔雷仙尊几人发出低语 他们脸色发白 心中忐忑 不知该如何向幻祖交代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幻祖的那股滔天之怒 那令天地都未知色变得恐怖杀意 更是令他们如坠冰枯 连他们四位五重天都尚且如此 欲玩天界那些境界更低一些的仙尊感受 则是更加的强烈 许多仙尊净初期 甚至都感觉自己整个身躯都无法动弹 被一股强大到不可想象的恐怖力量 给禁锢在原地 幻祖是真的雷霆震怒 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 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 只见幻祖已经不知何时 出现在青光山脉上空 依旧是一身黑衣 身上弥漫出一股 令天地都未知震战的恐怖威压 那一口被击穿的丹炉正漂浮在他面前 炼至上古神丹失败时的药物残渣 依然还残留在上面 当幻祖的目光落在那些药物残渣上时 那本就冷漠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寒了 回 回禀幻祖 其实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更没有察觉到任何强者的到来 然后青光山脉就遭受了这样的惊变 玉莲真人硬着头皮 颇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道 幻祖前辈 我们四人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青光山脉周围 本来一切如常 没有发生任何事 可突然之间 青光山脉内就爆发出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风暴 幻祖前辈 我们的确没有察觉到任何强者的到来 青光山脉的惊变 甚至都让我等怀疑 是不是玄机真人 炼至那上古神丹时出了问题 玉莲真人 古德仙尊 血图仙尊和奔雷仙尊纷纷开口解释 你一言我一句地将这里发生的经过 如实讲述出来 幻祖那冰冷的目光落在四人身上 冷漠开口 你们四人好歹也是仙尊敬武重天 也算是称霸一方的风云人物了 四人共同镇守青光山脉 结果青光山脉被敌人毁去了 你们无法阻挡敌人倒还罢了 可结果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你们全部都是废物吗 就算是一位真挚先尊敬七重天巅峰的强者出手 以你们的修为境界 最起码也应该知晓对方的身份吧 面对幻祖的愤怒 玉莲真人等四大强者一个个心中苦涩 他们真的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 看那四人的模样 幻祖也知道指望不上了 他眼中有推演之盲闪现 以神通之术洞悉古今未来 窥探这里发生的过去之事 然而可惜他却失败了 这片虚空的大道痕迹都被磨灭 任何回溯之法都失去了效用 敢回我上古神丹 这是在与我道威家族作对吗 幻祖双拳紧握 发出冰寒刺骨的声音 对于玄机真人的死 他似乎也并不怎么上心 只在意自己交给玄机真人的那一炉 上古神丹 对了 幻祖 在青光山之变发生之前 杨宇天道友也来过青光山 不过现在也没见着他人影 多半多半也遭遇了不测 古德仙尊突然说道 直到听了他这话 玉莲真人 奔雷仙尊和血图仙尊三人 才突然想起 他们险些把这号人物给忘了 毕竟一个先帝 还不足以让他们这般挂心 若不是考虑到幻祖的态度 这等角色 他们甚至连正眼都懒得看一眼 什么 杨宇天来过这里 一听到杨宇天这个名字 幻祖的神色顿时一震 露出一抹惊诧和意外 玄机当他目光再次扫向青光山脉中心处 那个无底深渊时 眼中光芒顿时闪烁起来 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猜疑 下一刻 幻祖突然闭上了双眼 一股恐怖的神石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出 顷刻间便笼罩整个青光山脉 且 那股强横的神石 更是深入无底深渊最底部 似乎要从残留的暴力能量气息中 分析出什么 在幻祖闭目感知天地间的一切时 古德仙尊 血图仙尊 奔雷仙尊 和玉莲真人四人 不仅面面相视 眼中皆是露出一抹不可思议之色 因为他们四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出 当幻祖听到杨宇天出现在青光山的消息之后 身上弥漫出的杀意 竟然减退了很多 上古神丹对幻祖有多么重要 他们四人是心知肚明 否则当初也不会付出那么大的力气 猎杀星夜魔师了 而经上古神丹被毁 幻祖的愤怒与杀意似要吞没虚空 泯灭苍穹 令无数人胆寒 可结果 这令众多仙尊都心颤的滔天杀意 却是随着一个小角色的出现 而出现了减弱 这一刻 四大强者脑中重新浮现出建成的身影来 可最终纷纷感到叹息 因为在他们看来 建成同样也遭遇不测 在那股恐怖余波之下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足足过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幻祖那紧闭的双目 才终于缓缓睁开 他目光中的冰寒与凛冽杀意 已经消退了大半 整个人看上去 也没有最初的那股 好似要坟灭苍穹的滔天之怒 神色间反而多出了几分复杂与矛盾之色 那种感觉 就仿佛是幻祖遇到了什么难以抉择的困难似的 摇摆不定 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因为 他已经察觉出了诸天神阵的气息 尽管与当初在唐药天界所感知的有些区别 但的确是诸天神阵造成的 这让幻祖情不自禁地 想起当初在猎杀星宴模式的那片星空中时 他从剑尘身上感受到的 那一缕对玄机真人的杀意 幻祖沉默在那里 脸上表情阴晴不定 目光中透露出挣扎之色 可以看出内心非常矛盾 他知道这一切 自己本可以提前预防或是阻止 结果却因为 他一时的疏忽 最终酿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他可以不在乎玄机真人的死 但是却不能不在乎那一如上古神丹 混沌剑神第3978章 罪魁祸首 那一如上古神丹 是我专程为了轻而突破先尊进食 所准备铸救最强盗机之物 你为何要毁去这一如神丹 你与玄机真人之间的恩怨 为何要连累到我家轻而 就算你与玄机真人有仇 就不能换一个时间 就不能等他将那一如上古神丹炼制完成 再去解决你们之间的恩怨 换阻发出低沉的泥南 他脸上神情在飞速变换 时而愤怒 时而不解 时而又感到无奈 甚至偶尔间还飘出了极许后悔 他太大意了 也太自信了 不仅太过于相信玄机真人自身所带的那种震慑 也太过于相信 道威家族那无人敢触怒的无上权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在前 幻族以为将上古神丹 交个玄机真人去炼制 可以高枕无忧 整个仙界都无人敢打这一如神丹的注意 结果偏偏就出现了意外 若是早知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当初就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些后手 古德仙尊己人听着幻族的嘀咕声 也是明白幻族已经知道了幕后凶手的身份 当即难掩心中的好奇 小心翼翼地问道 幻 幻族前辈 不知究竟是谁杀死了玄机真人 并毁去了那一炉上古神丹 我等虽然实力不济 但也愿为幻族前辈尽全马之力 助幻族前辈追杀那幕后凶手 我们四人愿将功不过 纵使我们四人之力 犹如米粒之光 远不能与日月争辉 但也愿为幻族安前马后 奔雷先尊 玉莲真人和血徒先尊三人 也纷纷开口 你们真是愚昧啊 竟然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回去上古神丹的人是谁 那个人你们几人都见过 他不是别人 正是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进入青光山的杨宇天 幻族轻叹道 什么 是杨 杨 杨 杨宇天 古德先尊四人 全部都惊呆了 脸上竟是难以置信之色 回去青光山脉的人是杨宇天 那一位都不怎么 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先帝境小辈 这绝对不可能 看来你们还不知道 发生在摩天界那边的事 否则也不会如此小瞧杨宇天了 幻族轻叹 摩天界那边的消息封锁得太严密了 眼前四人所属的势力都没有弟子参与摩天界 所以他们对那边的事依旧一无所知 没想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杨宇天 他不仅杀了玄机真人 并且更是毁去了道威成庆太子的那一炉上古神丹 枉费患祖对他不薄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可恨 欲连真人也在为患祖打抱不平 杨宇天的事 我今后也不会再插手了 从此以后 我与他毫无关系 幻祖面无表情地说道 下一刻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离开了玉丸天界 不过他并未走远 而是漂浮在玉丸天界外的浩瀚星空中 用复杂的目光 被青光山脉 做最后的凝望 直直地盯着 被诸天神阵打出的那个无底深渊 上古神丹被毁 本让他杀意滔天 无论对方是谁 哪怕是圣兽一族 他都绝不会放过 只是每当剑城的身影浮现在他脑中时 他心中那犹如火山般爆发的滔天杀意 却是不受控制地软化下来 怎么也很不下心去追杀与针对剑城 突然 幻祖目光一转 看向青光山脉外围 只见在一处人山人海的山峰上 一名身穿素衣的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女子表面上的气息仅仅仙军静 然而幻祖一眼就看出 对方乃是一位先尊敬武崇天强者 这名女子正是真幻道第一道主 除了真幻道第一道主外 在另外两个不同的方向 还有两道隐藏起来的身影 隐秘了幻祖的注意 分别为金阳门的万经老祖 太义先宗的无界先尊 这二人皆是真挚先尊静六重天的强者 玄机真人的修为境界 或许不算登峰造极 可他在单道上的造诣 即便是放眼整个先界 也是屈指可数 而今他不仅身语 并且就连青光山脉都被毁去了 此事自然在先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因此 无论是真幻道第一道主 还是金阳门的万经老祖 太义先宗的无界先尊 都是闻讯赶来 幻祖自然知晓 这三大强者都是为了建成而言 只是由于神丹被毁 他也懒得去管建成的事了 下一刻 幻祖脚踏星空 身影消失在星海最深处 彻底远去 幻祖离去了 可隐藏身份潜伏在附近的真幻道第一道主 金阳门万经老祖 和太义先宗的无界先尊 却并未离去 他们停留在青光山脉外围 不停地打量着这片天地 似乎在确认着什么 似乎 真的与那大阵造成的破坏 非常相似 金阳门的万经老祖心中迟疑 似乎有所推测 但是又不是很肯定 旋即他一咬牙 当即不再隐藏 一股先尊敬六重天的气息 隐晦扩散 而后一步之下 便来到玉莲真人面前 当玉莲真人察觉到 这股凌驾于自己之上的隐晦气息时 心中顿时微微一紧 神色肃然 因为在这玉丸天界 一位修为真至先尊敬六重天的强者 几乎就是所向披靡的无敌人物 没人挡得住 不过当玉莲真人看清万经老祖时 神色不由的一正 满是谦和的抱拳笑道 原来是万经道友 没想到万经道友 竟然千里迢迢地亲自赶了过来 莫非也是为了玄机真人的死而打抱不平 玉莲道友 还望如实告知 这里发生的一切经过 万经老祖和玉莲真人 相互间都熟悉 简单寒暄后 便直奔主题 并且 在万经老祖说话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扩散开来 将他和玉莲真人二人笼罩在内 隔绝里面的一切画面与生意 顿时 在所有人眼中 万经老祖和玉莲真人二人的身影 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 万经道友 你可不能这么自私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这里发生的一切 一道声音传来 万经老祖部下的能量屏障被撕裂 只见太义先宗的无界先尊 悄无声息地出现 和玉莲真人一副 往今言和玉莲真人一副